這個單元就是 H 代名 S F DETA T 這個式子 在這個式子裡面 今天老師復習的單元式子 專值我們來討論 H 就是我們所謂的加熱時間 加熱時間代表的就是熱量大小 H 熱量 就是加熱時間的長短代表熱量大小 再來就是 S 比熱 這個比熱跟什麼有關? 就跟我們之前學的密度一樣 跟物質的種類有關 物質不同 比熱就不同 再來一個就是質量 那 DETA T 小心這個三角形 這個三角形代表溫度變化 換句話說 這個單元裡面 是國中物理學裡面第一次出現四個位置數的 所以同學一定要把它分門別類 把它歸類歸好 你了解這個式子怎麼用 因為 H 等於 S F DETA T 大家都很容易被狼狼上頭 可是怎麼用才是重點 首先 老師把它歸納成三種 今天我們要講的也就是這三種題型 同學把它好好的分類清楚 你寫題目的時候就不會亂掉了 第一種 相同物質 就同樣是水 同樣是鐵 同樣是銅 這時候就代表它比熱一樣 那這時候式子是不是就會出現了 注意喔 這個一樣 這個我們就不考慮 這時候質量的大小 質量的大小就是影響什麼 你溫度升高多或升高上 就變成三個了啦 有沒有 是不是變三個式子了 那就有正比反比的關係 第二種 質量相同 H 等於 S M DETA T 質量一樣的時候 這時候你有沒有看到 是不是也就變成三個了 這時候又有正比反比的關係出來了 比熱跟溫度變化會成什麼 反比 比熱會跟你需要的熱量成正比 這樣子 等一下你寫題目就會很清楚 最後一種 如果兩個都不一樣呢 兩個都不一樣 你就把它乘起來 當作一個式子來討論 什麼意思 今天 H 等於 S M DETA T 這個我們把它乘起來之後 四為一個式子 四為一個式子 這時候 S 乘 M 這個值 就會跟 DETA T 乘 反比 跟 H 乘 正比 好 那我們就依照這三種類型 我們一一來為同學介紹 首先我們看到 第一題 質量300克的水 由40度C升到50度C時吸熱多少 這個完全簡單的代公式而已 第一題 H 等於 S M DETA T 水的比熱是大家公認值 質量300 溫度變化 從40到50溫度上升要吸熱 溫度上升一定是吸熱 可是吸熱不一定溫度上升 它有可能會改變狀態 再講一遍 要溫度上升一定要吸熱 可是吸收熱溫度不一定上升 有可能改變狀態 好 這呈起來的答案 答案我們選 C 總共算出來是3000卡 第二 2.4公升的水溫度是10度 如果吸收了4800等於1乘以2.4公升 就是2400克 S M DETA T 所以 DETA T 算出來 現在題目是問你上升至幾度 這個字麻煩同學用紅筆圈起來 上升到幾度 就是你進步到幾分 不是進步幾分 比如說現在他說原來10度 那你就要上升至12度 小心喔 所以這個答案我們要選 V 這個字要特別小心 同學上升至幾度 月頭的時候很容易被老師陷害 第三題 同樣一個熱源加熱溫質量 M1 M2的水 加熱時間如果一樣的話 溫度變化 好 這個就是標準 這個是 同樣的水 你看喔 相同物質 所以同學 你考試的時候遇到這種題目 同樣的水 你就在前面自己暗示一下 S相同 簡單的小字寫一下 提醒自己 S相同 那麼你看喔 S相同的狀況下 S相同同樣的水就不管 這時候他說 如果加熱時間也一樣 因為加熱時間代表熱量 請問這時候的關係 M1 Data T1 就是他們兩個的質量跟溫度變化 一樣一樣 所以乘起來兩個 溫度變化乘 溫度變化乘以質量 會一樣 這個就是反比的 反比的關係式 那這個一樣 也可以把它寫成反比的關係式 什麼叫反比的關係式 質量比等於溫度變化乘反比 你看到沒有 這數學裡面 內向成內向變成0 外向成外向變成0 這是反比 這兩個就是反比 這裡你要複習一下數學的反比 反比兩個相乘固定值 或者是M1比M2等於Data T2比T1 1 2等於21 這個反比的式子 所以第三題的答案 只有B是對的 B是對的 B是這個式子 B是這個式子 如果是豬的話 豬要改成這樣子才對 豬要改成這樣子 A也要改成這樣子 溫度變化要跟質量成反比 大桶的水 溫度變化會比較少 小桶的水 溫度變化會比較大 很簡單的道理 好 第四題 對M克的水加熱 加熱時間是T1 T2 溫度變化M克的水 這個變成什麼 質量相同 又是比熱相同 來 第四 同樣的水質量又一樣 看這裡 同樣的水比熱一樣 他說M克 M克的水質量一樣 他說溫度升高的加熱時間 跟溫度變化這兩個是正比 自己寫一下 加熱越久 溫度上升越多 很簡單的道理 所以他說 加熱時間是T1比T2 就會等於溫度變化 大T1比大T2 T1比T2 T1比T2 內向成內向 外向成外向 所以唯一對的答案是選A 答案是選A 如果答案 注意聽喔 如果答案是C的話 C錯在哪裡 應該要怎麼改 C應該是T1 因為內向成內向 乘T2 大T2 乘小T1 要這樣才對 珠的答案跟C的答案 珠特別是 應該是C的答案要改成這個 才對 所以這一個答案只有一個 A 所以不然了解 這個題目就是在告訴你 你題目一定要看清楚 誰相同 每次四個字就寫出來 誰相同先化掉 誰相同化掉 然後再考證明團體的 今天老師就是要跟你覆習這個觀念 很簡單的 來 第五題 質量10克的水由20度C上升到30度C 要吸收多少熱量 一樣 第五題 H等於SM Data T 水的比熱1 質量多少 質量是10克 溫度是從10度上升到20度 所以20-10 所以這個乘起來多少 100卡 所以第五題 答案是100卡 答案是100卡 第六題 他說如果改成1克的酒精 跟上面一樣 改成1克的酒精 是不是我上升1度也要1卡 錯 只有水 因為水的比熱是1 如果酒精的話 答案應該是要比1卡來的小 因為酒精的比熱小於水 水是我們液體裡面 比熱最大的 這個觀念要背起來 要當作嘗試 水是液體裡面 比熱最大的1 所以酒精的比熱比1小 所以他所需要的熱量 要比1來的小 所以第六題 答案寫4 然後你給它註明 要比1卡來的少 比1卡來的小 好 第七 這是一個簡單的實驗 他說 胖母做實驗 以穩定的熱源加熱水 測得水的溫度跟加熱時間的關係 很簡單 這個題目就是在考你 同樣的水 同樣的水 同樣的質量 來喔 這個題目在這裡 就跟這個題目一樣 同樣的水跟第四體一樣 你把第四體跟第七體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 實驗 同樣的水 同樣的質量 你看 一個加熱 2分鐘 2分鐘 4分鐘 6分鐘 8分鐘 這時候後面的溫度變化 最後一格叫溫度變化 這兩個會跟著 有沒有看到 5 10 15 20 所以請問這裡 操縱的變因就是要改變的 改變的我們要填什麼 加熱時間 加熱時間 我們利用加熱時間的改變 然後來得到的實驗結果叫做什麼 水的溫度變化 這個叫做什麼 因變的變因就是實驗結果 水的溫度變化 這叫做音變的變異 水的溫度變化 水的溫度變化 好 第二題很簡單 他說什麼 他說8分鐘所吸收的熱量 8分鐘 因為 H 熱量就是代表加熱時間 加熱時間就代表熱量 加熱時間變長熱量越多 從8分鐘是2分鐘的幾倍 4倍 所以 第一格 第二格 就是4倍 好 所有的問題 水的溫度跟什麼成正比 水的溫度是跟溫度變化 不是溫度 不是末溫 不是上面的末溫 是溫度變化成正比 所以第三題 答案你選 C 好來 現在我們來預測 這個題目同學要小心 他說 由這個題目我們來預測 你看到每2分鐘加5度 每2分鐘加5度 你現在看到8分鐘 8分鐘是不是40度 40度要到50度的話 還要加2個5 所以我們加熱時間 還要再加2個2分鐘 8分鐘再加2個2分鐘 所以第4小題 我們要幾分鐘的時候 才會溫度到達50度 很簡單 每加2分鐘加5度 你現在40要加到50 要加40再來45 50 所以8再來10再來12 所以第12分鐘的時候 就會到達50度 到達50度 好 如果初溫是5度 很簡單 初溫就是大家原來的溫度都加5 那末溫大家都加5 就很簡單了 那我加熱到10分鐘的時候 末溫大家都加5 所以大家都加5的時候 8分鐘我是45度 所以我現在問題10分鐘 10分鐘再加5度 所以就變成50度 所以最後第5題 50度 50度 C 50度 C 好 這非常的基本 非常簡單的一個實驗 第8題 乘第7題的結論 1克的水上升1度C 叫做1卡 那如果1克的水 我們要讓它上升2度 你注意聽喔 老師要讓你特點 要你強調這個上升 如果題目說 1克的水 1度C 叫1卡 錯 因為這裡一定要是溫度變化 不是溫度 他說1克的水 4度C 1克的水 熱量是4卡 錯 要1克的水 溫度升高4度C 才會是4卡 升高要上升 所以第1題 第2小題都有上升 所以很簡單 這個你就直接帶式子 第8題 直接帶式子 它的比熱1 1克2 所以1乘1乘1 1乘1乘2 所以是2卡 第1格 2卡 第2格 這改成2 2乘 比熱還是1 質量變成2 溫度上升2 所以是4卡 所以第8題 一個是2卡 一個是4卡 好 這是水的加熱 所以剛剛開始在接收熱量的時候 課本裡面的立體都是用水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看 不同質量的水 在加熱的狀況下 會出現什麼樣的一個比較 就是最重要的這個式子的應用 它會把圖表跟你一起配合題目 來一起討你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第9題 他說熱源5分鐘內供熱200卡 那我加熱10分鐘 加熱時間代表熱量的大小 加熱時間越長 熱量越多 所以第9題 5分鐘給200 10分鐘給400 所以400卡 會等於 S M Data T 所以Data T算出來就是多少 8 所以答案選V 第10題 如果要探討 像這種題目要探討就是把我們的式子排出來 他說我要探討的 我要探討的就是我們剛剛那個實驗一樣 我要探討加熱時間 跟溫度變化 剛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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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 第7題的實驗 我要探討加熱時間 跟溫度變化 所以我要控制的變音 包含了什麼 你看看一下第7題 我控制的變音包含什麼 水的質量 水的質量 以及 水的質量 沒有了 水 因為大家都是一樣的水 對不對 水的質量 那溫度變化是我們要測量的啊 加熱時間是我們的操縱變音啊 所以這都不能夠 這都不能夠 控制住 所以控制的只有水的質量 所以答案選V 只有第二個 只有第二個 這題目要小心哦 只有水的質量我們要把它控制住 水的量大家一樣 一個加熱2分鐘 4分鐘 6分鐘 8分鐘 剛剛第7題的實驗 再複習一下 好 第11題 第11題 小心上當 打臉科信號 這個屏幕同學很容易上當 他說 老師剛剛講的 1克4度C的水 含熱量4卡 錯 應該要怎麼打 1克4 1克的水升高4度C 1克的水升高4度C 才會是4卡 所以第一個不對 第二個 第二個 1克的水上升100度C 你說老師 不是我帶1啊 這也帶1啊 這也帶1啊 這也帶1千啊 所以1千卡 你被騙了 水100度C的時候就沸騰了 它不會一直高高到1千度 所以被騙了 1千把它打差 100度就已經沸騰了 不會沸騰到1千 所以第二個答案 不要被噗嚨了 所以 A B 都錯 A B 都錯 所以正確的 你看 4度C的水比0度C 因為0度C 升高到4度C 要熱量多了4卡 沒錯 1克的水升高1度C 所吸收的熱量叫1卡 這是標準熱量的定義 所以複選題 答案只有C跟豬 這一題是 我們基本公式很重要的 隨著比熱衣 水的質量1克 升高1度C 所需要的熱量就叫1卡 只有水哦 其他的東西因為比熱不一樣 所以 熱量就不一樣了 這個很重要的定義 把它搞清楚來 好 12 13 14 你注意看一下 老師要你注意 注意什麼 12 13 14 是標準的這一種 相同物質的題目 怎麼說 它從頭到尾都是水 所以12題 13題 14題 麻煩同學自己註明一下 這三題的標準模式就是什麼 S 相同 同樣的水 好 同樣的水你就用什麼觀念 基本上煮開水的觀念就可以了 大同的水 小同的水是什麼感覺 我加熱的時候會有什麼樣的狀態 所以來 你看哦 12題要有基本的概念 淨香在取兩個 相同兩燒杯的AV兩個 兩杯水 放在 放在火爐上加熱 你看一下 火爐上加熱 這一條線代表什麼意思 同學 麻煩你 這一條線這邊對到我 這邊代表加熱時間寫的H 加熱時間就是代表熱量 這個5就是代表熱量一樣 你告訴我嘛 這兩條線誰上升的溫度多嘛 是不是A 那應該是小杯的還大杯的你回答我 我再跟你強調一遍 考試的時候遇到這種問題就是 直直的畫一條線 畫到碰到誰就是誰相同 所以這個代表H相同 所以你看哦 同樣的水 H又相同 質量跟溫度變化成反比 A的溫度變化比較大 所以A就是小杯的反比 它們兩個是反比的關係 所以這個質量呢 當然就A比較小 B比較大 所以12比第一個填B 好 那質量到底有多少呢 很簡單看溫度變化 反比哦 你看哦 A總共上升了15度 B總共上升了5度 它們的溫度變化是3比1 因為溫度變化是3比1 15比5似乎是3比1 所以質量 質量是反比 所以質量呢 A比B 我們已經知道A是小杯的嘛 所以它一定是比較小嘛 3比1 那應該是3比1還是1比3 你就看了嘛 A是小杯的嘛 所以答案就是1比3 那A的質量是B的幾倍 第二個就是三分之一倍 A比較少 A比較少 好 那第三小題 基本題很很重要 而且第三小題是一個技巧 這絕對不是計算 同學很容易互惠說它一直是計算 你只要學會基本概念 像老師教你的 直接在上面操作就好了 這個絕對不難 你看哦 這個關鍵就在我剛剛跟同學講的 溫度變化 來 看加熱時間一樣 來 同樣的都是60秒 60秒到20度 90秒就是多加了30秒 多加了30秒 它加了3.5度 它加了0.5度 看到沒有 來 這是22 它加了1.5度 來 30秒的狀況下 它增加了1.5 它增加了0.5 那我們把時間倒轉 時間倒轉 把它回到原來 回到原來 60秒 回到30秒 再回到0秒 是不是減兩個30 減兩個30 你就從這個22去減兩個1.5 22減1.5減1.5 就是減3 所以它回到最原始的溫度是多少 19 我再講一遍 22度是60秒 所以你減回去 減1.5 再減1.5 就減3 同樣的道路 這個21 我減0.5 再減0.5 所以這溫度變回原來溫度 這個叫做 哆啦A夢的時光機 回到過去 倒回去 把它倒回去 所以請問 原來 注意聽喔 你看看 原來的溫度 來 這裡有兩個 答案 第一個 因為同樣的時間 C上升的比較多 所以C是小杯的 C是小杯的 豬是大杯的 因為它上升的多 同樣的溫度 同樣的熱量給你 你上升的多 代表你是小杯的 一下子就熱了 但是小杯的 好 那問誰的 原來溫度比較高 答案也是豬 倒推回去 第二小題 小心 這種題目直接在上面倒推回去 倒帶回去 這樣就OK了 好 第13題 一樣的觀念 一樣的題目 同一個熱源 加熱於不同質量的水 麻煩你把水圈起來 這個單元裡面 都有一個特色 相同的水 相同的水 你等一下 比較兩個單元 你就知道我現在 我講的這些單元裡面 都有一個特色 大家都是用水 所以 比熱都一樣 比熱都一樣 好 它問你說 請問 這兩個 根據這個圖裡面來看 請問 第13題 從這個圖裡面來看 請問哪一杯是大杯的 哪一杯是小杯的 太簡單了 又是跟這個題目一模一樣 來 看這裡 來 你先告訴我一件事情 如果以這一條線來講 加熱時間一樣的 注意 這個題目跟剛剛不一樣 什麼不一樣 它的坐標不一樣 同學小心喔 剛剛我們第12題 它的加熱時間在這邊 現在的加熱時間在這邊 因為沒有人規定說 一定要重坐標 或者是橫坐標 哪一個是加熱時間 所以你一定要看清楚再回來 這個加熱時間 這也是溫度變化 所以你告訴我 如果以這一條線來看的話 現在變成這樣子 變成這樣加熱時間一樣 加熱時間一樣的話 這也是M1 這也是M2 你告訴我 加熱時間一樣的話 誰上升的多 是M2上升的多 M2溫度標的比較快 代表它是小杯的 所以第一個 M1是大於M2 所以M2是小杯的 M2是小杯的 可以嗎? 好 那越小杯越往這邊 那我把兩杯加在一起 一定是比M1更大杯嘛 對不對 所以更大杯越往大杯越往這邊 所以當它們倒在一起以後 它們就會跑到什麼? 第一區 我再跟同學解釋一遍 剛剛的加熱時間在這裡 12級的加熱時間在這裡 13級的加熱時間在這裡不一樣 所以你一定要找到坐標 這一次的考試 我告訴你坐標錯了 你拼命在那邊算都沒有用 坐標看清楚了 這裡代表加熱時間相同 這裡代表加熱時間相同 上升快的代表質量小 那這裡質量小 這裡質量大 代表越往這邊質量越大 你這樣判斷就好 所以兩杯倒在一起 一定會落在第一區 這個不是密度混合 這只是倒在一起 然後拿去加熱 懂嗎? 質量倒在一起 好了 他說如果M1是300克的話 那M2應該是多少? 來 M1如果是300克的話 那M2應該是多少? 它這一瓶比較有水準 怎麼說? 來,我們至少知道 老師先跟你講 至少我們的M2的答案 這個答案你自己 如果是選擇題 你自己要猜答案的時候 你要記住 告訴自己 M2一定是 M2一定是比較小的 M2一定是比較小的 所以這個答案算出來 一定是比300來的小 你先告訴自己 如果是選擇題 就算要猜答案 也不要猜得太離譜 知道嗎? 好 那它比較小 那怎麼算? 來 基本上又是這個式子 老師寫在這筆下 現在我們講的都是類型 今天你把這個袋子看完 你就會發現 它只是三種類型在那邊轉變 你只要分清楚是哪一種類型 就很簡單了 好,同樣的水 你看 現在的題目 它給你的不是 來 它給你的不是 這一條線它給的是40、40 這一條線給的卻是30跟10 好,很多東西用完蛋了 老師,不知道這個咧? 對 因為剛剛那個題目很好 它這一條線畫下去 它兩個都給你 可是這條線畫下去 你卻得不到 不知道這裡是多少 可是我問你一件事情 你可不可以用簡單的觀念 簡單的數學來推呢? 怎麼推? 我問你 好 這個地方 30如果是10的話 你看 30秒加熱如果溫度變化是10的話 那40照你的感覺、照比例的話應該是多少? 你覺得應該是多少? 你看 這是同一條東西 你又這樣想就好了 這裡答案 多少? 這裡40是不是3的多少? 3分之4倍 所以這個答案一定是多少? 也是3分之4倍 所以就是3分之410 對不對? 加熱時間越長 溫度變化 這是溫度變化 這是Data T嘛 溫度變化在這裡 Sorry 來,這溫度變化是在這裡 這是溫度變化 好,這是加熱時間 一樣 因為你加熱時間越長 溫度變化一定越大 這是正比的關係嘛 所以今天我加熱時間是3分之4倍 所以我的溫度變化一定也是這裡的3分之4倍 10的3分之4倍就3分之410 好啦,那是不是就跟這個可以用了? 什麼一樣? 加熱時間一樣 溫度變化 來喔,再寫一遍喔 加熱時間一樣 這一條線畫下去 就是告訴你加熱時間一樣 同樣是水一樣 質量跟溫度變化成反比 現在溫度變化 M1、M2的溫度變化是這麼多 3分之40比40 就是1比3 溫度變化就是1比3 T1比T2就是1比3 你知道這是怎麼1比3? 來,我寫給你看 3分之40比40 4不是40約掉 11比3 1比3,所以質量就是多少? 3比1 1比3,所以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M1比M2就會3比1 太簡單了 那它300克,它就是多少? 100克 所以M2就是多少? 100克 其實給我們看了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小杯的嘛,它一定是小杯的 那你只要算出這個 因為它的溫度變化就是它的1分之1 所以它的質量比較小 多小? 300克 所以它的1分之1就是100 用看的 這個題目就算你不知道正比反比 你也可以用小的 怎麼想? 大杯的水 大杯的水溫度上升同樣加熱10分鐘 大杯的水會上升比較少 你就用煮開水的經驗來告訴你這個 學體化,生活經驗一定要融入到題目裡面來 你學起來就很輕鬆愉快了 好,第十四題 好,第十四題它在講什麼? 好,夾一兩杯水 又是一樣的水 又是一樣的水 看到沒有? 這一頁我們現在所講的題目都是同一個類型 都是相同的東西 好,它說如果 它這裡的題目就完全要讓你計算了 它就是利用這個圖表讓你計算而已 代公式計算而已 來 他說這裡是加熱時間 所以你看加熱時間會跳來跳去 等一下會在這裡 等一下在這裡 所以一定要看清楚 題目出來的 你能不能H寫上去 好,這裡是10 然後他說加熱時間 這裡是14 這裡是14 然後這裡是20 這裡是20 他說什麼? 請問如果每分鐘50卡 根據這個圖你幫我算出假影的質量 那簡單來講就是代實質嘛 4分鐘 1分鐘50卡 那4分鐘當然就是200嘛 這是H 等於SM 假不知道 溫度變化在這裡 10到20 所以它是10度 同樣的題再算一次 太簡單了 比也是4分鐘 對到1乘以乘以多少 以上升幾度 14到10到14 所以只有上升4度 所以這樣子就可以算出來 假是多少 來,約掉 10約掉 20 乙呢 4約掉 多少 50 所以質量變化 一看就知道了 這算出來一定沒問題 因為假乙 乙一定是大杯的 因為它上升比較少 假乙一定是小杯的 用大杯小杯來告訴自己 有沒有算對 好,OK 第三題很簡單 算簡單的算數 你看乙哦 乙4分鐘 他說4分鐘的時候上升4度 4分鐘上升4度 1分鐘上升1度 那我現在從10度 如果要上升 它的起點是指上升到18度 1分鐘要1度 那18度上升了8度 所以要幾分鐘? 8分鐘 所以第三格就是8分鐘 小心哦 老師再講一遍 看這裡 4分鐘的時候以上升4度 以這裡總共上升了4度 1分鐘等於是上升1度 那8分鐘 你要上升18度 上升到18度 是從10到18 就要上升8度 就是要爬8分鐘 就是你要加熱8分鐘 才會上升到18度 很簡單 好,接下來我們看到 15、16、17、18、19 這個都是什麼? 計算題再次的複習 來,15題 1克4度C的水 老師講過 這個4度C沒有辦法算 一定要有溫度變化 所以答案只能跟人家比較 是跟人家比較 跟誰比較? 跟10度 跟0度C來比 比0度C1克的水多了什麼? 4卡 所以答案選 豬 16題 加了一杯水 使溫度上升 溫度計沒有辦法直接測 含熱量的多少 什麼叫含熱量? 來 現在有沒有 我們去7-11 買便當買東西 他們會說 這一種東西熱量多少卡 多少卡 我們國一的時候生物有學過 熱量必須要把它燃燒出來之後 加熱水 然後加熱水之後 再用溫度變化來做計算 可是我們溫度計絕對不可以說 這塊劑過 我溫度計戳下去 就知道它含熱量機卡 沒有這麼神奇的溫度計 所以溫度計沒有辦法 直接測熱量的多少 所以答案選B 好,17題 簡單的數學 15度加熱34分鐘之後到100度 那我加熱20分鐘溫度應該幾度 簡單的數學 加熱時間越長 來,看這個 34分鐘我總共上升來數學 從15到100 15到100 它是從15到100是上升了85度 30分鐘總共上升了85度 數學 來,請問1分鐘上升幾度 告訴我 除以17好了 我們先除以這有17的公音數 所以2分鐘就上升幾度 上升5度 2分鐘上升5度 那太好了 我只要加熱20分鐘 那我10倍20分鐘我就上升了幾度 50度 小心喔 我是上升了50度 它是問你水溫變為幾度 就是上升至幾度 不是上升幾度 如果問你上升就是上升50度 如果你上升幾度 因為它原來還有一個15度 所以它總共上升到65度 很簡單的數學 你看一下 這個就是考這個 加熱時間越長 跟你的溫度變化 就是溫度變化成正比的關係 只是我們用簡單的比值來算 就很簡單了 17比大選C 好,18比 國小數學 這也不是這樣的國小 國小的自然就有講 小杯的40克 60克 中杯的60克 大杯的80克 請問同樣加熱5分鐘 誰溫度最高 當然找什麼 小杯的太簡單了 好,19比 19比小心 19比它問你 哪一個增加的熱量 任何是誰給的 瓦斯爐給的 同樣的瓦斯爐 加熱時間又一樣 因為加熱時間一樣 同樣的瓦斯爐 加熱時間一樣 是瓦斯爐 是瓦斯爐還有加熱時間關係所造成的 是加熱時間一樣 把那個右手邊那個同一電乳加熱5分鐘圈起來 指個箭頭到19比來 同樣的電乳大家都加熱5分鐘 大家公平 所以得的熱量一樣多 得的熱量大家一樣多 這個很基本的概念 同樣的瓦斯爐 你今天 你去燒屁股 加熱5分鐘 弟弟去燒屁股 我拿豬肉來燒 燒5分鐘 它給的熱量都一樣 這很簡單 5分鐘 好,那第一個類型 老師已經介紹了 這是相同物質 加熱物質 課本上都是用水 大家都一樣的水 然後温 加熱時間跟溫度的變化 或者是質量跟溫度的變化 正比反比的關係 好,同學,你現在看 接下來看到20題 從20題之後的題目 老師要你先 當然考試的時候 沒有老師可以提醒你 但是老師現在要教你 只要考試的時候題目下來 看到題目有質量相同四個字 趕快用功率要圈起來 拍掌拍手拍掌這樣 爽 這次在考你什麼 考你老師跟你講的 這種質量相同的狀況下 因為他跟他成反比 所以老師就說你一副對聯 只要看到質量相同四個字 就要馬上要有文學氣勢 就要開始吟詩作對 就是比熱大 男生男將 比熱小 一生一將 為什麼? 比熱大 他溫度上升的比較少 因為反比 那如果上升的溫度一樣 比熱大的要吸熱多 如果上升同樣的溫度 同樣的溫度 上升同樣的溫度 看到 上升同樣的溫度 因為他的質量相同 這兩個就是變成什麼? 證明了 比熱大的就要吸熱多 比熱小的就是吸熱比較少 所以比熱大的東西 為什麼不容易上升呢? 為什麼溫度不容易上升呢? 因為比熱大要吸很多的熱才能夠上升一度 所以不容易嘛 就好像胖子爬樓梯嘛 比熱大就好像胖子很胖那種感覺吧 那我跟你講 你要爬上樓梯就好像一度要升高 升高一度兩度三度 你很喘耶 要很多的什麼? 能量嘛 要很多的能量 不容易上升 懂嗎? 不容易上升就不容易下降 等一下我們第二種題型就是要講這個 從20題開始 同學一定要搞清楚 來 20題 同一物質 同一物質就不要管體積大小了 不要大杯小杯 就好像你之前講的密度 大塊的銅小塊的銅密度都一樣 大杯的水小杯的水密度都一樣 在這裡也是 大杯的小杯的大塊的小塊的同樣的物質 比熱相同 所以20題答案選C比熱一遍 21 好你看到沒有 銅質量全起來爽 銅質量很快 銅質量 銅質量吸收相同的熱量 你看 A上升 銅質量 又吸收了相同的熱量 這兩個都一樣 這兩個反比 所以假上升了80度 A上升了80度 B上升了50度 A上升比較多 上升比較多就是容易上升 所以A的比熱比較小 再念一遍 比熱大 難升難降 大難 大難不死 必有後輔的大難 大難升難降 大難 大難升難降 小一升一降 好鼻熱 鼻熱的關係 好 同樣的 22比 帶中式 好質量20克的冰塊 從-10 20克的冰塊 從-10上升到-10度C 好這個要給你冰的鼻熱 這一題要告訴你 你自己聽我後面給大家註明 冰的鼻熱是 冰的鼻熱應該是0.55 0.55 這個考試會給你 考試會給你 冰的鼻熱比水小 冰的鼻熱 考試會給你 所以這個答案要帶 這個題目實告訴你 同樣是水 當它結成冰的時候 冰、水、水生氣 鼻熱不一樣 水的鼻熱最大 水生氣是最小 冰排中間 這個要當作嘗試背起來 不同物質 相同的物質 但是它狀態不同 剛剛老師講的 相同物質包含狀態都要一樣 相同物質包含狀態都要一樣 如果現在是冰跟水的話 比這個不一樣 好 所以這個要帶 S F Data T 後減前-10-20 所以它總共上升了多少 110 110 H等於SM Data T 代理試看看 這邊是10 13-200 210-0.55 就是110卡 110卡 好 這是純粹在公式 好 來 接下來 23題考你鼻熱的觀念 復習一下 鼻熱 他說鐵的鼻熱是0.0113 好 這你要把它當作觀念記起來 物質升高1度C 1克 一定要1克 就是第一個答案 第一個答案就是鼻熱的定義 1克的物質溫度升高1度C 所吸收的熱量叫做鼻熱 所以第一個答案是0.113 0.113 為什麼 你知道嗎? 來 老師 起來這邊給你看 來 物質 質量1克 溫度升高1度C 你所吸收的熱量 是不是H等於S 吸收多少熱量 鼻熱就是多少 這個是鼻熱的定義 這個背都要背起來 寫500遍寫到會也要背起來 物質1克 升高1度C 所需要的熱量 叫做鼻熱 叫做鼻熱 好 那改成2克就是把這個答案乘以2 好 如果質量一樣改成升高3度 就把這個答案乘以3 這個很簡單 好 第四題 第四小題我們就全部重大一列 S0.113 MdataT 所以就給32得6 乘起來就是0.678 這個答案就是 這個只是讓你們負習一下什麼叫鼻熱 複習一下這個公式而已 這一題沒什麼 好 從24題開始 麻煩你先停一下筆來 看看題目 把所有的關鍵字都用螢光筆給我畫起來 看著 24題開始的 3 第2題開始 第2小題 2 3 4 5 6 你有沒有看到 第2小題開始可能 AVC 各1克 第3 第4 第5 第6 都有同質量 爽 拍手拍三下 質量相同 你看25題 我現在一起跟你講 25題 第一行 加熱水80克 油80克 爽 質量相同 算他4個字 太簡單了哦 然後你看一下 26題 等質量 三個字圈起來 等質量 就質量相同 比熱大 男生難教 比熱小 一生一教 27題 更爽 你看 有沒有 均為20克 圈起來 質量相同 然後你看 28題也是 28題叫做同一個熱源 注意聽 同 讚 質量均為200克 質量均為200克 爽 你看 同一系列 這個叫質量相同系列 質量相同系列的題目怎麼辦 送他一部對聯 懂嗎 送他一部對聯 比熱大 男生能量 比熱小 一生一降 所有的題目 一次搞定 來 我們看 很簡單哦 這種題目一定要很快的反應 第一個 考比熱的定義 1克的A 上升1度C 所需要的熱量 這個你要註明 就是 比熱的定義 所以 1克的A 上升1度C 所需要的熱量 這個比熱把上面的0.217抄下來 第二 各1克 來 各1克 質量相同 質量相同 題目講了 又各上升1度C 這兩個一樣的 比熱大 男生 一樣 比熱大的 吸熱多 比熱小的 吸熱早 所以這個題目找 吸熱多的就找 比熱大的 所以來 這個 這個題目你自己註明一下 這個題目就是找 比熱大的 找比熱大的 所以這四個裡面 比熱最大的誰 好 同理 3456 都是一樣 3456 20到50 上升 誰要吸熱多 還是找 比熱大的 你看有沒有 第二題第三題 好 第四題 如果降溫 降溫是放熱 還是找 比熱大的 比熱大的上去 吸熱多 比熱大的 下來下降 溫度的時候 放熱也都一樣 這都是找 比熱大 都是來考這個 比熱大 男生男降 比熱小 一生一將 好 第五題呢 第五題是考你上升快的 這個題目就找 比熱小的 比熱小的 就是考一個很簡單的一副對聯 好 第六題 同學 這次考試 老師才是真正喜歡考的 這是什麼意思 第六 來 看看 同樣大家現在都是ABC 三個都是100度 把它撈起來 同樣都丟到冷水裡面去 請問最後的水溫 哪一個可以讓水溫上升的最高 很簡單 很簡單 為什麼 來 現在的題目的意思是說 今天有A B C D 四個東西 讓它同樣從100 往下降 那我問你 誰最不容易下降 剛剛講的 比熱大難升難降 所以它是最難下降 A最不容易 所以降的最少 那我的水上升 你看 A降的最少 那水上升一定是最高 何況 它在下降的過程 放熱也比較多 所以水比較容易上升 所以這個題目就在找你什麼 誰比較不容易下降 誰比較不容易下降 就是要找比熱大的 所以答案真理又是找比熱大的 所以這一次考試 這個質量相同四個字出來 如果你還麻木不忍的話 那真的 老實知道 我給你禱告了 這個 只要質量相同四個字出來 趕快把那一副對眼拿出來 準備使用 比熱大 男生來講 比熱小 一升一降 好 25 題也是 你看 80克的水 80克的油 比質量相同 質量相同 它們比熱不同 他問你說 請問80克的第一題是代公式 計算 25 題的第一小題 請問每分鐘吸熱多少 來 我們看一下 我們找到這個水 這個一定要看如說故事 你不能自己用感覺的 來 我們找一個比較好算的 好了 4 分鐘好了 4分鐘的時候 看起來很可愛 4分鐘的時候 水上升10度 所以來 4分鐘我們算算好 所以4分鐘總共吸熱多少 來 S N DETA T 這裡 DETA T 是10度 上升10度 所以4分鐘 4分鐘總共800卡 但是題目不是問這個 它只要1分鐘 1米 所以1分鐘就是多少 200卡 叮咕 好 第二題 第二題考你 同樣的瓦斯爐 加熱同樣的時間 所得的熱量 大家很公平 大家會相等 大家會相等 所以1分鐘給200 那6分鐘呢 6分鐘當然就要給1200 可以嗎?1200 好 這三題OK了 假設考試的時候 沒有給你前面三題 直接叫你算第四題 你怎麼辦? 很簡單 老師有跟同學講過了 比熱大 男生男將 比熱小 一生一將 所以這個單元 這個題目裡面就變成什麼觀念 你知道嗎? 就變成在考你 油跟水它們的溫度變化 來 看這條 再看一遍 質量相同 如果我這裡同樣4分鐘代表 加熱時間相同 這兩個已經4個 4個已經2個正暖 2個一樣了 所以比熱的溫度變化會成反比 比熱會跟溫度變化成反比 比熱小的上升很多 所以你看這個油 油在4分鐘的時候 它總共上升20度 年輕人 所以它上升20度 水只上升10度 所以油上升的溫度 油上升的溫度 是不是水上升的兩倍 所以油的比熱就只有水的多少 一半 所以很簡單 一半 反比 反比的關係 一半 那水的比熱是一樣 所以油的比熱就是一半 就是多少 0.5 簡單明瞭 這個在考什麼 比熱跟溫度變化 當質量相同 它是80顆 它也是80顆 兩個都一樣的時候 比熱跟溫度變化是成反比的 所以這次的考試 你隨時隨地一定要把這四個字寫好 然後 哪一種題型分辨清楚 是相同物質的 如果看你從頭到的題目裡面都是水 那就簡單 就是相同物質 那時候要注意它的質量 大倍小倍 如果都是同樣質量 那就要注意比熱了 OK 很簡單 好 再來看一下 二十六題 二十六題就是考那一副對聯嘛 對不對 比熱大的溫度 南升南降 南升南降翻譯成白話 我們就是不容易升高嘛 所以大家選B 不容易升高 不容易下降 好 二十七 一樣 現在你注意一下 金 銅 對 金 銅 銅 銅 三個東西 它的比熱看清楚 一個是0.03i 一個是0.09i 你不要這樣一直看 你把它寫好 不要揉過 所以我們知道的 歷勒是金最小 再來是銅 再來是銅 旅的比熱比較大 好 先把它寫好 因為這個題目一看就知道要多少顆 質量相同嘛 它跟你講 同樣大家都是二十顆 比熱大 男生男教 treats 比熱小一生就是這樣 所以第一個題目 問你誰上升的快 鼻熱小的 所以第一個答案寫 金 第二題 問你哪一個吸熱多 吸熱多都是大家熱瓶人 大家溫度身高一樣的時候 誰吸熱多 就是找鼻熱大的 這是鋁 要找鼻熱大的 所以這個答案是鋁 很簡單 你看 這個題目不是在考計算 是在考觀念 好 第三題 打一顆星號 第三題跟剛剛的25題 跟剛剛的24題的第6題是一樣的 24題的第6題 24題的第6題 你自己這兩題要比較一下 月考兩題會考一題出來 這個24題的第6題跟27題的第3題 這是類似的 他說今天把廢水 同樣的水磷把它撈出來 把它放到20度C的水 請問 24題的第6題 所以問你最後溫度誰最高 現在問題是誰溫度最低 所以誰最溫度降的最多 這個題目就變成找鼻熱小了 所以這答案 進 好 第4小題 第4小題看圖說故事 什麼意思 第4小題現在溫度讓它下降 你看它就知道你100度降到25度 請問ABC分別對到的是誰 你告訴我 誰降的最快 A嘛 誰降的最快 那代表A是什麼 比熱最小的嘛 所以A就對誰 A就對金 C就對鋁嘛 很簡單 所以這個答案就是什麼 A是金 C是鋁 就是考那一附隊員 比熱大 男生難降 比熱小 一生降 好 再來看到28題一樣 它又是同樣的給你三樣東西 它說 質量都是200克 質量都是200克 溫度都是20度C的 A B 加1比3的東西 請問如果 注意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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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說 同樣的 同樣的200克 圈起來 同樣的200克 但你看這邊 H等於XmΔ 質量相同 D 你看 所以他說 你看圖嘛 看圖說故事 這是溫度往上升 你告訴我 這裡是溫度 這裡是焦熱時間 誰標的最快 假 誰標的最慢 鋁嘛 所以這個比熱最小的是誰 比熱最大的是鋁嘛 比熱最小的是假 你看 都考這個 質量相同 比熱大 男生難降 比熱小一生一降 德國老師 你怎麼知道 這樣畫下去 畫下去代表H相同 我說這樣畫下去 加熱時間相同 它標的最高 比熱最小 好 再來 請問如果大家同樣上升到50度 吸熱多的還是到比熱大的 你看 吸熱和比熱大 因為比熱大這兩個是正比關係 比熱大的話就要吸熱多 大胖子 比熱大 吸熱多 要上升 好 第三 這個題目它是8分鐘的時候 餅是8分鐘的時候 它才是40度C 所以是8分鐘是40度C 所以這應該是500 沒有錯 500卡 500卡 來 還有它是8分鐘 你要找到這個點 找到比 因為比才是水 老師剛剛看到 對到比去了 應該是要找到比 因為比才是水 你不是講的 好 第四小題 太簡單的 降溫 誰先降 一樣 著名 比熱大 男生難降 比熱小 一生降 那誰先降的話就找比熱小的 比熱小的 所以根據這一系列的題目 下來你就是要注意了 這種提評就是相同質量 然後來什麼 不同的東西一樣 油跟水 金銀銅鐵 來根據它的比熱 來觀察它們的溫度變化 好 接下來老師要看到第三 更介紹第三種 如果題目出現四個都不一樣 或者是兩個都不一樣之後 那你要怎麼解決 好 我們看到二十九題 三支條件同樣的飾管裡面 方有 甲 裡面是10克0度C的水 1 20克15度C的水 比 30克30度C的水 老師 這個屏幕不是相同物質 對 原則上是相同物質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它給你的質量不一樣 而且原來的溫度也不一樣 這時候沒有辦法 老師跟你講 只要你覺得這種題目 你沒有辦法很快的找到誰相同 比如說 比熱相同 質量相同的話 你這個時候你就乖乖的 每一個每一個都帶入自己的公式裡面 這樣就好了 保持這樣的原則 所以通常你哪一個最慢到達 同樣的瓦斯爐 哪一個最慢到達 我問你 要吸熱越多的就是最慢到達 你就把它們到50度C的時候 所需要的熱量全部排出來 你就知道了 來 水的比熱1 質量是10 鉀 它從0度到50 乙呢 乙是20 乙2是1 它是什麼? 15到50 你看 然後丙呢 丙是多少?30 它是多少?30到50 所以你就乖乖的把他們三個熱量算出來就好了 這是500 這算出來是35 這是700 這算出來是600 你看到沒有? 所以要吸熱多 當你在瓦斯爐上面就要待得久一點 所以哪一個加熱時間要最長? 答案就是你 就看誰吸熱多就好 這個簡單來講不是帶三思公式 這種標準題目 你只要發現這裡有很多不一樣的東西 都是這樣來打你 接下來你看到30題 30題 它的題目裡面有線形 打兩顆型號 什麼意思? 他說如果它們三個 你注意看 熱量的關係度 題目沒有相同質量 我在跟同學講 你要相同質量或者是相同的物質 你這個才能夠去比 不然的話 這一條線是代表S跟M 你就沒有辦法判斷誰質量大 誰質量小 誰比的大 比的小 因為它這一條線代表的是SM SM A的SM B的SM C的SM 沒有辦法判斷出來 所以答案選 豬 31題你看 就可以了 有沒有看到 紅音物質 30題跟31題擺在一起 可是考試它不會給你擺在一起 所以你要小心 要看看有沒有相同物質 所以這個題目已經有相同物質了 所以質量大的 來 加熱時間在這邊 質量大的上升比較少 所以上升比較少的是C 所以質量C比較大 32題 來 你看到沒有 這種題目 質量只有一個質量相同 比熱不同 吸熱也不同 分別代入公式 你就記住 有很多這種分別加熱的 你就分別代入公式就對了 代入公式 這樣就好 沒什麼 來 H 等於SM DETA T H 等於SM DETA T 把它分別算出來 來 怎麼帶 他說質量相同 好 我們質量就帶1 1 2 2 1 就帶2 1 熱量 3 2 就帶3跟2 好 就把它這樣子算出來 就這樣算出來而已 沒有什麼特別的 所以這個地方 來 溫度變化 就是T1 T2 所以T1 這裡除過去就是2分之3 這裡T2 就是2 好 所以2分之3比2 就答案多少 3比4 來 同學 答案選C 老師再跟你提醒一遍 只要四個裡面很亂 有的相同有不同 沒有像這種題目那麼簡單的時候 相同物質相同質量 這種題目很簡單 你就分別代公式就對了 最後一招 就分別代公式 沒有所謂正比反比 就直接代公式的 好 再來你看到 第33題 加1兩金屬球同時加熱一段時間 全體來 H 相同 H 相同 同時加熱一段時間 H 相同 那其他都沒有 那我們只能知道 S乘M 跟它乘反比 所以答案 33題很特別 答案是什麼 比熱跟質量的成積跟溫度變化成反比 所以假的質量跟比熱的成積只有你的一半 不是比熱一半 也不是質量一半 是它們的成積 因為它只有 它沒有給你什麼質量相同 比熱相同 所以只能知道這兩個反比 所以33題 答案選諸 答案選諸 好 最後我們看到34題 你有沒有發現到 右手邊的表格 質量也不同 比熱也不同 標準的 SM 都不同的 SM 都不同的話 就是老師再跟你強調一遍 把這個表格裡面的 SM 全部自己乘起來 A B C 這裡後面多加一點 SM 多加一格進去 所以 來 關鍵就在這裡 因為這裡是20 30 40 0.5 0.4 0.2 乘起來10 乘起來12 乘起來8 所以這個題目就是靠 SM而已 因為這兩個都不同 那 SM 什麼關係 來 SM 他說問你哪一個溫度升高最多 溫度變化跟 SM 乘反比 所以 SM 最小的溫度變化最多 所以第一個答案選C 那如果溫度 來 彈聰 這怎麼反應要快一點 來 第一題跟第二題就是考證你反比而已 所以要溫度上升多的就要找SM小的 這要找SM小的 他這個題目問你 注意 他問你身高溫度一樣 這兩個是正比 所以這要找SM大的 SM大的 所以這答案選B 這樣選B 這樣子同學了解題目的意思吧 好 今天我們三個不同的單元 老師就為同學介紹到這邊 希望同學能夠特地了解